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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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!大家好,我是阿鬼 我們今天來打打水狼 今天是水狼的逆襲 那水狼的話 大家可能有看過它就是會減傷靈氣唷 它是減周圍傷害減二 那 這邊有很多很多水狼 然後一開始就有四隻水狼會站著城堡 那我們這邊盡量帶一些高傷害的角色 那我這邊主要的角色呢 就是兔兔然後還有野狼 跟魔劍使 然後其他的增加攻擊力的 張小瑜 應該是可以帶一下 然後還帶了 剛好昨天抽到的那個蘿莉角色 五月茉莉的兩個蘿莉角色 那他們的話 基本上他們是新兵 他們是比較強的一點新兵 就是一個長牆兵 然後一個是周圍八格的劍士 所以那個算是還好 不會太強勢 但是我就把他帶出來用一用 對他們攻擊力算還不錯啊 好那這邊野狼一庫還能幫上不錯的忙 好 那他剛剛用的攻擊強化 不曉得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不曉得是有沒有弄錯了 攻擊強化應該是 他們某個野狼會 某個水狼會增加攻擊力才對 不過好像沒有 然後這關會有獨裁者降臨 那 因為我們攻擊都被降很低 那很容易被他直接斬殺掉 好 那我這邊很幸運的 呃 這一回合剛好有魔法師 好 魔法師成癒就全體攻擊 好這個還蠻好掃場的喔 這樣打起來是蠻快的 全場一直掃 因為這邊水狼真的下得很快 每回合至少一隻 然後有時候還會天降 天降增援 好 這邊就整場燒 整場天降 好 成癒算是這邊幫上很大的忙喔 好 那這邊的話 呃 魔箭矢 對他常常會用一些技能 然後我自己也會用技能 那魔箭矢就是無視傷害 無視防禦 無視攻擊力 就直接打三點 還不錯 所以我現在技能也 呃 來到三了 這邊也可以用 好 那這邊增加攻擊力 增加二 一回合增加二攻擊力 還算可以用 但是 呃 兩隻水狼就被減四 所以很痛 減很多 好 這邊慢慢打 不過這邊雖然四個水狼 這樣的城堡 但是他們因為沒有攻擊力 所以 呃 扣的那個士氣不會算太高 還能撐得住蠻多回合的 好 那這邊 兩個 兩種小蘿莉的組合呢 是只要 呃 他們在 互相的周圍的話 呃 血量跟攻擊力都會 互相加一 對 算是互相強化 槍兵的話會變成四三 攻擊四 血量三 然後 呃 那個劍士的話就會變 攻擊三 血量四 欸 還不錯 比基本的士兵會稍微 多一點點 多一的傷害 三維多一 還不錯 那這邊就順利把它解決掉了 好 打得還蠻快的 魔箭矢就carry了右上角 然後左邊是野狼一庫 那 下面就是那個 呃 新兵 兩個小蘿莉就把它解決掉了 那 左上角 生一隻 就 應該很輕鬆了 野狼一庫把它包圍起來了 好 雖然野狼一庫被減攻擊之後呢 不能攻擊 但是他的那個效果還是在 還是可以追打一下 追打一的傷害 那這邊 一直沒有拿到號角 這邊如果有號角的話 就是 只被減二攻擊的話是 還是可以攻擊 這樣打起來就更快了 好 有時候會增援 增援號角跟 好 一隻水狼 好 增援號角 不過這還蠻後期的喔 如果前面有控制住場面的話 這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 那這次的關鍵我覺得還是要帶一些 呃 攻擊3以上的角色會比較好 然後增加攻擊力 那 其實我這邊覺得帶 半生人遊俠 然後用獨裁者 跟那個 呃 陳小瑜 增 增加攻擊力的 一直增加攻擊力 然後把他累積到 攻擊大概10以上 應該就無敵了吧 對 那 呃 兩個獨裁者都加2的話 他就攻擊5 然後旁邊在那個增加攻擊力 一直追上 一直追加上去 應該很容易就 呃 傷害就10以上了 所以 帶一隻 半生人遊俠 放在中間 然後 攻擊力一直堆給他 應該是很好秒掉 很好秒掉的時候的敵人 那如果遇到那個 獨裁者應該也是不用怕 攻擊力比他高 然後他行動又 比較慢 那旁邊放一些嘲諷的話 應該是沒問題 他 半生人遊俠應該是蠻安全的 所以這個關卡 應該不會太難打 主要關鍵 角色 呃 英雄 要帶獨裁者 然後其他就是帶各種高 攻擊力的角色啦 那這次水狼的 水狼的逆襲挑戰 就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 就大家順利過關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